我们现在就讲到这个清真标志 就是哈拉logo的课题 在讲那之前 你看回教党又出来讲了话 巫统党代表大会刚过 巫统党代表大会 也讲了很多种族主义的言论 我看到有很多人抨击 巫统还是那个样 还在种族主义 但我没有特别去讲 因为没有时间也不重要 回教党我也不会特别去讲 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 pattern 巫统跟回教党是马来西亚 最保守的政党 一个是种族保守 一个是宗教保守 两者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不要厚此薄弼 一直在诋毁一党 骂一党 却把巫统当作老盟友 好朋友去给他资源 去帮他 这是完全错误的事情 所以这是我一直要讲 一党废 巫统同样是废 去跟他竞争保守的西盟 更废 生小人伪君子 巫统也是真小人 一党也是真小人 西盟是伪君子 火箭是伪君子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而且这个伪君子 之前最痛恨的是巫统 2022年的时候 大选是抓着巫统来打 抓着扎希来打 而不是骂回教党 因为当时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巫统 结果现在巫统 跟自己站在一起了 马上把最大的敌人当好兄弟 然后极力去攻击第二大的敌人 显现的是什么 是非黑白对错 不是看事实 是看你是不是我的朋友 这个是最错误的事情 这个是最错的事情 道义放两旁 立志摆中间 这个是小人中的小人 人渣中的人渣 所以我们看我简短的讲一下 巫统的我反而没有去讲 回教党也是一样糟糕的 你看是阿拉惩罚 讲这句鸟话的人 吉兰丹大水灾 受灾的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 登加楼大水灾 受灾的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 每年12月都会发生的事情 人家讲是上天惩罚穆斯林 你又不能接受 你要去抓这些人 那你现在一个印度游客 还不是马来西亚人 明显因为政府的不公 因为政府的错误 没有好好的监督这些地方 这个课题我讲过了 在Melody也讲过 生死未卜 当然我们都知道找不到的 应该是凶多吉少了 可是还有一线希望 我们就讲他生死未卜 然后你讲这种鸟话 是阿拉惩罚 拜托 不要让阿拉丢脸 这个是错误的事 当然他也没有让阿拉丢脸 可是他这种行为 是亵渎了神圣的宗教 回教也好 什么宗教也好 拜托 所以回教党 我一直讲一票都不能给他 回教党一直有邀请我出席活动 我公开讲的 我都是讲 你们一直骂我们 你把我们非穆斯林 把华社当敌人 你现在来邀请我 你是什么意思 我直接问他的 我有一说一 你知道他怎样回复我吗 宣传主任 他跟我讲 哎呀罗耶昂 这个是政治话语罢了 你看我跟你是brother 朋友来的 这个是政治话语 讲爽的罢了 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讲不行 我不知道你是讲爽 还是不是讲爽 讲真的 我有一说一 我不诛心 你讲你是讲爽 OK 可是我哪里懂你讲真讲假 但是你做的就是这样 我只能用你做的来judge 所以我直接跟他讲 华人票 你们可能觉得不重要 但是我跟你讲 华人票 印度人票 对你们是极端重要的 包括东马的选票 是极端重要的 所以你想要我们的票 你就要做出来给我们看 不要你做一套 讲一套 你看我有一说一的 那这一个回教党的代表 就是如此 你看回教党的大会 就一直讲宗教宗教宗教 巫统的大会 就一直讲种族种族种族 所以两个都是极端保守政党 只是一个宗教 一个种族而已 有点是大家要明白的 你看巫统我没有特别骂 一党我还特别骂 那些讲我是一党地下党员的人 来你们的良心在哪里 摸一下 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更废 这一个其实 血一清献其策 建议领袖 取费物易赢选票 这个其实不废 老实讲 联姻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政治手段 如果你有看中国历史 你就可以知道 联姻是政治手段 王朝军下架 下架突破 不就是同样的事情吗 所以联姻一直都是政治手段 而且联姻确实 你娶了非穆斯林 把他变成穆斯林 那你们 我们就是有同样的观念了 我就可以拿到你的选票 所以这个是最直接的办法 但这个人 他这样子讲出来 为什么会让人恶心 因为首先 婚姻应该是神圣的 我爱你 你爱我 不管什么宗教 不管什么肤色 爱情是可以跨越宗教 跨越肤色的 这么神圣的东西 是我们人类高贵的情感 你却这样子赤裸裸 而且他讲的是很轻挑的 大家可以去看 我没有去看他们现场大会 我是看新闻报道 他讲了之后 全场哄笑 全场笑 所以他就是以这种 讲废话 讲笑话的方式出来 你把这样子神圣 这样子高超的情感 当作玩笑话 然后来这样子讲 这个是很废 也是很错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 大家要吐口水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这样子讲 凸显的是 马来西亚的宗教霸权 马来西亚有宗教霸权 任何人眼睛没有盲 心也没有盲 都可以看到 我们非穆斯林可以用联姻的方式 来增加我们的开明政治路线吗 不能 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答案 只是可能你没有联想到那边 因为我们是不能娶穆斯林的 我们要把自己变成穆斯林 才可以娶穆斯林 穆斯林在马来西亚是不能脱教的 尤其是马来同胞 宪法产民 马来同胞是不可以脱教的 这一个法律是在马来西亚才有 在印尼全世界最大的伊斯兰穆斯林国家 它不是伊斯兰国家 它是民主国家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伊斯兰国家 穆斯林国家 可是它没有这样子的法律 这个是马来西亚独有的 在中东有些国家也是可以宗教自由的 马来西亚独有 这个问题 我直接问马哈迪 大家还记得吗 我跟马哈迪的会客是记得的独有法格 我直接问他 为什么印尼可以 中东可以 马来西亚却不可以 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的马来同胞 不能有这一个权利 记得的独有法格 我老马当时这样回答 他讲这是我们的安达 这个确实不是伊斯兰教 这是我们的安达 我们马来人的安达 就是你一定要回教 所以你看 我是直面把这些尖锐问题 把这些我们华色感到困扰的东西 直接问了 即便你是前首相 即便你是位高权重 有几个人敢做 不是讲我厉害 我是做对的事情 我不会因为你是马哈迪 我就把这些尖锐的问题收起来 我就不敢问你 因为你位置很高 这是错误的 我对谁 不管是比我高的还是比我低的 我都是一视同仁 不会背后讲你坏话 不会刷销手段 所以好人难做就是如此 之后有机会 我再跟大家讲 另外一个好人难做的事情 发生在我居住的这一边 那好 讲完 骂完回教党了 马来西亚为什么会保守 回教党是很重要的因素 但回教党这样子保守 是N年的事情了 50年的事情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两年 回教党一直都没有变 就算跟西蒙合作的时候也没有变 那为什么这两年 我们会沉沦的这么快 会这么保守 最大的原因不是回教党 回教党是真小人 他要保守 我们都知道也几十年了 最大的原因是西蒙 抛弃了自己的开明路线 去跟他竞争保守 跟巫统合起来一起竞争保守 当两方都在竞争保守 你监督我 你跑 比如我们拿跑步来讲 你100米跑10秒 我就要跑9.8秒 我跑9.8秒 你就要跑9.7秒 所以他们的成绩 是不是越来越快 马来西亚就是这样 大家都在竞争保守 所以马来西亚自然就是越来越保守 越来越保守 而且没有人去阻止 这就是马来西亚现在的情况 所以我一直呼吁大家醒来 不要去鼓励 不要作为这种情况的帮凶 原因就是如此 我们回到这个清真课题 阿克马鸟郭树青 然后郭树青讲要告阿克马2500万 这个我们放在最后讲 其实很小的事情 因为这是私人人员 告诽谤就是私人人员 重要的是国家大事 那我们先看回这个Jackin的 你看这个是几时的新闻 9月10号 联合早报是哪里的报纸 有独有知道吗 新山新加坡的独有一定知道了 联合早报就是新加坡最大的 报业集团的中文报纸 也是销量最好的报纸 为什么他叫联合早报 有人知道吗 还有联合早报联合晚报 为什么取名联合 这个名字大家不觉得怪怪吗 因为马兴分家的时候 当时马来西亚新加坡 最大的报纸叫 南洋三报跟新州日报 现在南洋跟新州在马来西亚都有 可是新加坡是弹丸之地 跟马来西亚分家了之后 如果还有两个报纸 新州跟南洋会形成 自己打自己 因为人口只有那么多 你自己打自己 所以当时他们合并起来 把南洋新州合并 联合所以就叫联合日报 联合早报联合晚报 所以有时你在联合日报的标头 可以看到新州南洋的名字在下面的 这是一个历史 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我分享给大家 尤其是没有到过新加坡的 不知道 所以联合早报的由来是如此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新闻 你看联合早报都直接讲 安华加强推进回教化议程 引发争议 那些行动党还在跟你讲 我直接把影片拿出来打脸 要回教化的不是 回教党当然也要 但回教党也做政府 在政府里面最想推行回教化的人是谁 安华首相 正因为是首相 所以他才会推进的那么强大 大家都会去跟着去做 你看新加坡不用给脸 直接指明是安华加强推进回教化议程 新加坡都看得清楚的事情 马来西亚人你看不清楚 很多人看不清楚 还讲安华没有 是回教党要 是巫统要 这是大错特错的 一直在推动回教化的是安华 他去跟回教党竞争保守 然后整个联合政府 整个西蒙 没有人去阻止安华 没有人去跟安华讲 你不可以这样子做 反而在旁边摇旗呐喊 反而跪下去讲 老大你做得好 只为了自己的官位 什么都不做 所以清清楚楚的事情 如果你还没有认清楚这一点 请看回我上一次的直播 星期二的直播 在最后的时候 我把安华的讲话放出来 拜托林冠英 张念群 陆兆福 尼可敏 你们赖什么加金 是安华叫加金这样子做的 为什么你们不敢骂安华 为什么在这个新增课题之上 你们党的立场到现在都还没有讲 你们部长的立场到现在都还没有讲 对不对 你去骂这个加金 宗教局有什么意义是 所以这一点必须 你是要明白的事情 然后我们回到这一个课题 郭树庆不止给警方调查 MCMC也来调查 拿了他的手机 然后把他手机的资料撤取出来 所以很明显 公权力在打压郭树庆 在调查郭树庆 郭树庆讲的话是没有错的 你不要跟我讲 只要有宗教的课题 我们就不能谈 Hello 你现在是宗教做成法律 来要对待悲目司令 如果这个都算3R课题 那RU35 或者是其他任何宗教法律 宗教规则的推行 我们都不能够去评断 这个是天大的错误的事情 大错特错的事情 可是行动党联合政府 竟然没有人去反对 而且行动党是被打压的对象 我已经讲了 行动党人尽可福 星期二的直播 谁都可以来踢一脚 当人人都可以踢你一脚的时候 我走过去 我也要跟潮流 反正踢你都不用代价 我也踢一脚 所以你一直这样子 是会越来越多人踢你 你的地位越来越低 郭树庆没有讲错话 为什么要这样子 高强度的来调查他 而且还是这样子高调的来调查他 你在滥用法律 你在滥权 你在用这个法律来让人闭口 而且这个闭口的人 还是前部长 还是行动党的重要领袖 前妇女主 全国主席 你想一下我们平民老百姓会如何 所以很多人说洪律师勇敢 是为什么我勇敢 我不勇敢 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太糟糕了 我没有那么厉害 是国家太糟糕了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而且更可悲的是 郭树庆 行动党被人尽可福 谁可以都跟他踢口水 都可以踢一脚 巫统也这样子做 陈信党 以前被视为是行动党跟班的陈信党 都敢这样子做 安华也这样子做 直接跟你讲 郭树庆不是我们的立场 行动党你的立场是什么 你跟安华的立场 还是跟郭树庆的立场 而且可悲的是 郭树庆自己悠转 他推给选民 我只是发表选民的声音 我没有反对 所以我没有反对 反对的是选民 我讲选民的话罢了 郭树庆又再次悠转 我们之前讲了 跟达曼迪萨的课题 一模一样 可是他自己被这样对付了 你看 林立颖讲 某政党专门针对行动党 用意是想削弱党 OK 林立颖你很聪明 很smart 你很smart 你也是律师 用意是削弱党 这点是对的 你行动党是眼中钉 要削弱你 可是为什么你这样安卷 谁 巫统讲巫统啊 公正党讲公正党啊 除了巫统公正党 还有谁 还有谁 你讲回教党啊 回教党想削弱你是 几十年前 一直以来的事情了 现在在政府里面 针对你们的人是谁 林立颖一直在讲实话 虽然这实话让他很丑 他没有发现 像他讲 我们要确保 上一个直播 我也讲到 他要确保郭树庆的安全 原来去接受警方调查 是这样危险 你国会议员 你讲接受警察调查 是这样危险 你把警察当坏人 虽然要去确保他安全 但是 我们平平老百姓怎么办 你只帮你的朋友 你只帮郭树庆 我们平平老百姓怎么办 你作为政治人物 你作为立法委员 台湾叫立法委员 我们叫国会议员 你为什么不制定法律 去推动警队的改革 让所有人都受保护 而不是你去保护郭树庆而已 他回答不了 所以这个是打脸自己的东西 证明他们做不了事情 只会拉帮结派 帮自己的朋友 现在他都讲 别人是要削弱 我是针对你的党来 然后林立颖还要这样安全 连名字都不敢讲 某政党某政党 某条毛 林立颖 巫统就讲巫统 明眼人都看得清楚 阿克马直接骂尼克敏愚蠢 我之前拿出来打脸的 他骂尼克敏 骂到多么难听 而且不是骂一次 骂三四次 对不对 所以不要再这样安春 行动党 马来西亚会沉沦 最大的原因是 拿我们选票的行动党 现在这样条狗 我直接讲 我不是说人像狗 但是你们的行为像狗 我不要侮辱狗 我不喜欢拿狗来说人 我从来没有说 但是这种行为 就像一条温讯的狗 你踢它打它 你的狗还会来向你摇尾巴 其实狗是很高贵的动物 它很效忠主人 但是我们人 是不需要效忠主人的 我们要效忠贵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然后你看安华 现在出来缓家 我们讲这个事情的发展 申请认证 设规定 申请清协认证 保护穆斯林 和非穆斯林情绪 谁跟我们讲 你看安华 这样子讲是什么意思 是这个全部人都要申请 已经建在悬上了 是要做的事情 现在我们只是要 保护穆斯林 和非穆斯林情绪 所以我们要设一些规定 这个东西要做 我们现在只是要设规定罢了 所以行动党出来 自掌嘴巴好不好 一直跟我讲建议建议建议 我在上一场直播就讲 这个建议是在姑息 人家都在谈 人家都在推行 人家在四方向 你还跟我讲只是建议 OK就算只是建议 你要不要反对 你的立场是什么 行动党没有讲出来 现在你看这些政客 所讲的话 安华讲的话 是建在悬上 一定要做了 只是我们要设一些规定 让非穆斯林 不要这样生气 要安抚他们 行动党你在哪里 这个事情是对是错 你到现在还没跟我们讲 郭树清现在讲 这个事情是对的 错是人民认为 不是他认为 行动党你的立场是什么 支持还是反对 一件一件 这种剥削我们 剥削华校 剥削公务员 现在又剥削 这个餐饮业 经济权力 你看一个一个来 从教育 然后到官家 到官僚体系 就是公务员的录取 教育很多 五大课题 我之前已经讲解过了 然后到公务员 官家体系 官僚体系 到现在到经济 这个清真认证 是一个清真经济权 牵一发动全身的东西 而且会让Jakim 获取极大的资源和权力 我上一个讲题讲过 大家可以去听 一个一步来 温水煮心蛙 而且是大刀阔斧的在做 毫无掩饰的在做 行动党没有捍卫我们 然后还在那边 涂脂摸粉 还在那边洗地 连立场都不敢摆出来 生气不生气 为什么我们国家会沉沦 所以我讲 马国大的选民 拜托查亮你们的双眼 摸摸自己的良心 如果你良心还在 摸一下才去投票 然后不只是安华讲 下一个 Zahid讲 Zahid讲什么 他现在交给统治者 是否强制清真认证 你看这个课题 他们交给统治者 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大家讲 这是三拉课题 不用谈 把责任丢给统治者 这个是行政课题 也不是统治者出来讲 我要强制清真认证 是你们Jakim 是宗教部长出来讲 讲了之后引起宣然大波 你们现在宣伤了 你现在讲 交给统治者理事会 这种就是没有担当 要拉我们神圣的 Dowla端姑 我们的皇室 我们的君主 我们的阿公 我们的元首 拉他们下水 君主立宪 就是要让阿公 要皇室 要元首 超脱政治 超越政治 因为政治就有对错 对错就会有肮脏 就会有错误 我本来讲 对的事情 结果发展是错 我判断错误 所以你没有那么英明 神怒 所以为了保护我们 尊贵的皇室 我们让他超越政治 这个是君主立宪 所以英国还有皇室 你看法国有皇室吗 没有的 把国的皇室 被送上断头台了 所以君主立宪 是保护皇室的一个手段 因为我们尊敬皇室 我们敬重皇室 这些政治人物 一直要脱皇室下水 他想我只要把皇室脱下水 我们要做什么都可以了 但是你导致的是皇权复辟 你最后是侵害了国家 动摇了国本 然后让马来西亚 陷入万劫不复的地带里面 我们的宪法当然存 这一个课题 可以清清楚楚看到 政府是多么的废 政府是多么的没有用 所以大家必须清楚明白这一点 为什么这样令人生气 那回到国书庆 告诉阿克马 Hello 这个是最废最废的事情 我看到有人讲 耶 国书庆终于硬起来了 敢告阿克马拿2500万 Hello 这个叫什么硬起来 阿克马 侮辱你 人生攻击你 你应该叫公权力来对付他 现在羞辱你 侮辱你 骂你的人没有错 你讲对的话的人 反而被对付了 你的结果是 我去告阿克马 Hello 你忘了你是执政党的政治人物 你是反对党 他还以为他现在在反对党 所以遇到这样子的欺负 只能用民事 他以为他跟我们一样是平民老百姓 你是政治人物 你现在被这样子亏待 你觉得你是对的 那为什么政府这样子来对付你 阿克马没有被对付 还记得KK Mark的事件吗 阿克马被传召问话 我当时就讲 大家比较高兴 他只是被传召问话罢了 很可能不了了之的 最后是不是又说中 但是很多人就拍手 政府对付阿克马 我讲拍条 对不对 所以希望大家清楚明白 郭树信告阿克马2500万 这个就是演戏 就跟五十五龙 在国庆日典礼 就跟放一首歌 我们不一样 就跟安华讲 我们是一家人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大事你完全没有做 你就做一个pattern 做一个样子 你五龙五四 有对我们国家 五龙五四有发展吗 没有 就只是好看吧 因为政府没有承认你 也没有给你拨款 这些东西我都是讲过 现在郭树信告阿克马 给你赢啦 你郭树信拿到2500万 当然不可能拿到2500万 而且阿克马 有没有诽谤郭树信 是见仁见智的 老牛牛是诽谤 他有body streaming 我讲了人身攻击 可是人身攻击 不是等于诽谤 不一定是等于诽谤 你还有一个gap去证明 所以你把这个公家大事 你自己当作是私人恩怨 去靠阿克马 可是阿克马那边 却是排山倒海 用公权力 用公家机关来对付你 所以郭树信这个行为 是妥妥的演戏 妥妥的转移焦点 最可悲的是 还有人给他骗到 哇 郭树信硬起来了 硬条毛 没有硬起来 反而是在转移焦点 转移视线 所以大家必须明白这一点 我行动党是我很多朋友 我不想看到行动党这样子沉沦 我是很心痛的 所以我一直跟行动党讲 你不可以这样子做 现在你是人尽可福 人人都可以向你吐口水 人人都可以踢你一脚 然后你还安春 是你造成自己这样子的地步 为什么之前很有骨气 很敢发声 就算给煽动法令 内安法令提高 林冠英做了两次牢 林吉祥做了三次牢 卡巴欣也做了两三次牢 都没有back off 都没有退步的行动党 这么有血性 这么有热血的行动党 现在会变成这样 乖巧温顺的一条狗 行动党 我问你 这个是我最心痛的地方 你的血性跑去哪里 一个官位 短短两年的官位 就可以把你变得如此 所以你是热爱行动党 你是支持行动党的人 拜托 不要再让行动党这样子沉沦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